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一个智库 在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 从2000年到去年 中国有3.79万亿美元资金非法流向境外 并且外流的速度在飞快上升 报告指出 这将对中国社会以及政局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报告还发现 资金非法外流最常用的手段 是一种被称为出口违报的洗钱技术 这家社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FI 专门关注全球跨境的非法资金流向 经组织研究发现 中国非法资金外流正以飞快的速度增长 从2000年的1726亿美金增长到去年 2011年的6029亿 综合GFI曾经发表的与此有关的报告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非法资金外流困扰的国家 报告还发出警告指称 资金大规模外流将让中国承受严重的后果 其中指出 如果非法资金外流量持续成上升趋势 就无法排除 这将对中国社会以及政局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 报告的撰写者之一戴夫卡表示 中国的经济是一颗已经被定时的炸弹 从长期来看 在如此大规模非法资金外流的条件下 中国的社会 政治以及经济秩序无法持续 北京注册会计师杜延玲解释说 从经济的基本原理来说 一个国家的消费和经济增长都需要资金 资金越在国内市场流通 越能提高投入资金的量 在一个正常的国家 大多数的消费者或者公民 他的手里的资金主要是拥有消费的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 他的收入分配极不均衡 或者说有极大的差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从经济学的角度 你的消费肯定是不足 第二个 经济增长是需要投资的 投资是需要资金 这个资金如果在国内银行存放 或者在国内的市场上流通的话 他会提高投入资金的量 就使得投资不会出现投资的不足 全球金融诚信组织负责人贝克表示 几十年来 他一直关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犯罪 腐败和逃税 而中国非法资金外流的幅度令人震惊 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发展中国家 或者新兴国家像中国这样 如此大规模的受到非法资金外流的影响 杜延林认为 资金外流主要有三个管道 贪官 企业家和投资移民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权利社会 那么只要有权就能积累大量的财富 所以说我相信大量的没有被揭露出的人 他的资金很多都是流入境外的 还有一个渠道就是由于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不足 有一些企业家通过借贷 因为从正常的金融他要收回投资是很难的 那么他就卷钱离开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渠道 第三个渠道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投资移民 这份由GFI首席经济学家撰写的报告发现 无论是通过金融犯罪 腐败还是逃税的手段 大量资金从中国非法流入境外时 大多都会依赖一种基于国际贸易的洗钱技术 这种技术也被称作出口违报 也就是国内出口商安排国外买主超额收费 而后把超额的款项存入国外账户 报告显示过去的11年中 中国非法流入境外资金的86.2% 也就是3.2万亿美金 都是通过这种办法流向海外的 全球金融诚信声称 组织的经济学家掌握了独家的 关于中国出口违报的信息 将在最新发布的杂志中刊登相关内容